可以长这么高 一定都是种子落地 种子落地的茶树有什么好处呢 树有多高 根就有多深 什么概念 如果我是牵插的 它是浅根的 所以浅根的状态 它吸收只是土层表面的营养分而已 那土层的表面营养分不够的时候 要怎么办 施肥嘛 对不对 所以施了肥之后就会有菌 有了菌要不要喷农药杀菌 因为它要收成要长得好 喷农药的时候 我是由上往下喷 可是一般病菌它躲在哪里 叶子的表面还是下面 下面 为什么因为下面不会晒到阳光 不会淋到雨 对不对 所以我是茶笼 我喷农药的时候 我会由下再往上喷一下 才能够达到消菌的结果 但是这个过程当我由下往上喷的时候 它会不会凝结成水滴 喷出来虽然是物状 凝结水滴滴到泥土 谁吸收 茶树的树根吸收 树根吸收之后转化到茶叶里面 所以所谓的农药它不会只是在叶子的表面 一般都会在茶叶里面 所以有些人说你泡茶第一泡茶冲一下洗一下把农药洗掉 你觉得洗得掉吗 如果洗不掉的话你觉得你喝的这个茶是化肥农药水呢 是化肥料水还是农药水 都有 都有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倡啊 跟钟大哥一起要来喝原生古树材 原生野放 因为呢 在这个野放的过程 绝对没有农药 而且 你是古树 是种子落地的 它树根往地底下渣 你吃了肥也没有用 所以既然是这个状况 它的生命力很强 不需要喷洒农药 所以先决条件你要能够辨别喝的是什么茶 好那我们说辨别各位 你喝茶的时候 你怎样觉得说我喝到的可能是有化肥或农药的残油 有没有喝过茶越喝越渴 有没有喝过茶 喝一喝之后 开始讲话讲不出来声音出来 这就是所谋 像这个一些过程 它就是那个茶叶的茶质本身不好 所以我们喝茶可能要 待会喝茶的时候 各位既然是来喝茶 我们是品茶 今天一仔也很专业 他用钙碗来泡这个茶 钙碗它是持的 它不会改变这个茶的本质 跟茶的特性 所以各位可以细细的品 然后既然是品茶 我们会建议 安静 自己呢 让自己静下心来 好好的去感受这个茶 茶汤带给你身体的所有的感受 那谈感受呢 从哪里谈起 我们一般呢 喝茶会不会说 这个茶好像有点醋 对不对 这个茶好像有点色 是吗 这个是不是都谈口感 对不对 好 那你觉得 像唐朝诗人 他有一个七碗茶歌 各位有没有看过 一碗猴吻润 二碗霍菇闷 三碗收菇茶 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青汗 皮身不平视 镜像脑孔散 五碗肌骨青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 各位 你去体悟他这首诗 从第一句话 一碗猴吻润 他在谈的是口感 还是体感 体感 体感 对吧 从头大尾 他在讲身体的感受 喝这个茶 所以我们以往喝茶 只停留在于 嗅觉 口感 对不对 忽略了身体的感受 所以今天啊 我们就好好的来喝茶 让身体告诉你 怎么样喝茶 你的感觉是好的 好 好 那如果他